我們來做一下子彈的測速 那眼前這把槍是由VFC所出的G19X 剛買來不到一個禮拜 完全沒有改裝 那我們現在做測速 用的子彈是BLS的0.25克 今天溫度是24度C 稍後我們測速的單位是每秒幾公尺 公製的單位是每秒幾公尺 那我會在射擊之後也跟各位來練出來 那畫面如果清楚的話各位也可以看畫面 畫面來做佐證 然後當然如果你習慣上聽聲音的話也可以 好先瞄準一下等一下的畫面 好那我們現在準備來開始 灌的寡絲 寡絲是 呃這個威猛的12公斤寡絲 灌的剛好5克整齁齁 第一發 89.97 呃是1.011交二齁 再來第二發 再來第二發 89.19 0.94交二 89.91 88.93 88.93 87.45 88.76 86.67 85.71 85.71 85.71 打了八發了 86.73 86.73 86.11 好0.926交二 沒測到 86.41 86.41 0.9 33交二 哇沒測到 可能角度射偏了 沒測到 沒測到 沒測到欸 現在射擊了15發 沒關係我們繼續來 看一下 子彈還有啊 大概還有4發吧 為什麼會測不到你 可能裡面有塞到吧 嗯 子彈有上去只是沒有測到啊 沒關係啊 大概後面幾發應該都是比較 會偏低 然後可能沒那麼穩定吧 我們可能還剩一發 沒了 做個參考啦 不用太嚴肅 那用的是0.25克 所以射出來的 速度都還蠻快的 那平時我是用0.3克左右 我們來看一下數據 shoot memo shoot memo 那我們來看一下速度 這個 放進看 第一發啊 第一發啊 first shot 八十九點九七 89 97 97 2nd shot 85.7185.171 86.73 86.11 後面就是都沒偵測到 Not Detective 86.41 86.41 Detective 後面就沒了 然後心得的話 它其實彈甲的企劃還算蠻好的 如果不裝子彈 在今天這個溫度24度C的話 我這樣射射射 大概寡視冠個5克的話 可以打到50發 好像50發 我剛剛測試的印象50發以上 雖然氣化很好 那當然後面的子彈的速度 是不是使用 會不會彈道偏很多 那就不得而知 但是單看氣化上來講還不錯 然後以它的 以它的這個 手槍來講的話 還算 還算好握啦 但我實際上覺得還是 沒有這個Finger Group 的那個凹痕的話 還是覺得握起來空空的 然後它的這個 彈甲的話會有個小問題 就是我覺得會有雜音 這下面Noise 不是Slide 不是上滑套 不是滑架滑套的聲音 是下面這個 Magazine 另外一個優點是說 一般我們看到雙邊釋放滑套扭 很多都變成只是 還是會只以左邊為主 但這個槍的話 它設計的還蠻好的 你用右邊這個 左撇子用的右邊這個 其實它很順 你看 那我找另外一個做一個 對比給各位看 我用那個一樣是VFC所出的 MP9 VFC所出的MP9 SAI版本 然後它也是雙邊的滑套釋放鈕 但是它的話 就沒有那麼樣的順 好 拆掉彈甲 好 那 我拿上去 好 那 你這樣看 表面上看 它是 不是直接扣 但它裡面有一個連結的桿 是扣住這個滑套 要壓很大力 好 那如果換邊的話 各位看看 它不是那麼好按 甚至還蠻暴力的 大力一點 好 你看壓不下去 那我喜歡這樣 可能會稍微甩一下 甩一下 甩一下 讓它上去 好 小小的經驗和分享 好 拍攝到這邊 各位 拜拜 好嗎